新生群里有个学姐 整日在群里里爱女人设 不要叫我学姐 我才不是叫弟弟的女生 叫我学长 学妹们都有我来守护 半夜在群里开语音唱歌 加着声音叫着 不是都说了男生不可以进来的吗 学妹你看他们 这以后四年你可以得小心他们了 学弟都不要加我 只有学妹能加 当学妹真的问他问题了 他又装作看不见 不仅如此 他还在群里自冤自艾 果然看海贼王的女生很少吧 哎 谁能理解喜欢看海贼王的女生 看着群里消息的我不禁勾起唇角 回了个 我能理解 因为我也是绿茶 录取通知书到家 我成功被A大录取 按着超话里的二维码 我扫码进了A大新生群 一进群看见的就是一群人在暴照 第一个暴照的人 是一个叫刘盈盈的大二学姐 新生群平时也不怎么热闹 这位负责答疑的刘盈盈学姐话最多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才几点啊 都睡了 消息一发 炸出几个新生 没呢 刚刚睡醒没多久呢 刚刚吃完饭 躺着打游戏呢 怎么 学姐想聊天了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谁要理你们这些臭男生了呀 我再说一遍 叫我学长 没睡就开个群语音聊聊天吧 你们男生都不许进啊 只有学妹能进 群语音被打开 好奇心发作的我也点了进去 刚一点进去 就听见那个名叫刘盈盈的学姐 正加日声音在唱歌 想对你说声晚安晚安 有几个男生在群里回着 学姐唱得好好听 肯定是个甜妹 学姐怎么不去当明星呢 唱得这么好 看见这些消息 那学姐立刻不唱了 发着娇唇的声音 哎呀 不是说了 你们男生不许进的吗 出去出去 学妹你看看他们 他们真坏 等开学了 你要离他们远远的才行 不理那些臭男生 我们女生聊天 学妹们要是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我哦 见状有个新生的刘盈盈学姐 学姐 我是北方人 A大在南方 我没去过 我想问下去 南方的话 护肤品什么的 有什么推荐吗 咱们学校宿舍 是一个专业的住在一起吗 不少女生提了些问题 看见消息 刘盈盈突然不说话了 她叹了口气 哎呀 学妹 你真的是问错人了 我皮肤天生度比较好 我从来不花钱买护肤品的 你不爱化妆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动漫 哈尔次元 钱都花在这上面了 哎 对了 学妹你看海贼王吗 我身边都没有女生看海贼王 到底谁能理解看海贼王女生啊 说了半天 学妹们的问题一个没回复 不过 学里的男生却裂了对形一样 我能理解啊学姐 我陪学姐看 学姐 漫展我陪你去 刘盈盈似乎很享受 这种被男生追捧着的感觉 她娇称着骂男生讨厌 可女生的消息 她却是一个都不理 正负着面膜的我看着群消息 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直接了学姐留盈盈 回复了梗 学姐 我理解你 哭哭因为 我也是绿茶 是比她断位还高的绿茶 消息一发 似乎是终于来了个新人的原因 聊天的焦点 瞬间聚集到了我的身上 有个人看见我的裙备注 认出了我 你是那个百万博主吗 泡芙满满 是不是 我记得你的本名 江小满 我还以为说你考上A大是假的呢 顿时 群里热闹了起来 男生女生都出来发消息 我靠 泡芙满满 那个颜值博主 泡芙满满 你每条视频 我都看了呀 没想到美女就在我身边 满薄 天 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装造视频 那个蜜桃装什么瘦出啊 刹时间 群消息刷了九九价 刘盈盈学姐 似乎觉得自己瘦了冷落 在群里发言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我没有听过什么泡芙满满爱 我可能还是太野门了 不用等我开口 就有一群人 把我最近发出的一组 日常照发进的群里 学姐就是她 是不是超美 好想看见本人的样子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我觉得一般吧 你们看待学妹都不说话了 你们吓到这个学妹了 肯定是撞名字了 网红怎么可能考上我们学校 你们少上点网吧 多读读书 看看电影 哎 对了 前几天你的名字重映了 有没有人去看了 哎 肯定又是学弟们去看的 学妹们有没有能跟我一起 全二刷的呀 配图 刘盈盈 打着你的名字 飘跟的全身照 身上还穿着黑丝 绣着自己的大长腿 见她又想把话 提往她自己身上引 我立刻在群里回了消息 大一江小满 哎呀 大家观察力真好 我是泡芙满满 嘿嘿虚 虽然我是美妆博主 但是也努力学习了 哈哈 很高兴能考上 哎大和 大家做同学呢 憨笑女生 哎 宝宝 水蜜桃装叫我这两天就出 可以先给你看几张预告图 你要是想学 等开学了我教你话 嘿嘿 我直接把前几天拍好的 水蜜桃装照片 发进了群里 照片里 我穿着粉色吊带公主裙 富洛宁芝 面若桃花 这妆容我研究了一天 画了两个小时 怎么可能不美 大一江小满 群里的宝宝们 千万不要把照片泄露出去哦 爱你们 轻轻照片一发 群里的消息直接刷屏了 个个都在我 各种问题 我一个个回答 尤其是女生的问题 我只要看见了 就多回复 那刘盈盈学姐好几次 想要插嘴转移话题 根本没有人理会她 过了半场 见我跟群里的同学们 聊得开心 那刘盈盈学姐 突然发了一张我的旧照 那张照片 是我初中的时候拍的了 那时候我还没怎么发育 处于一个尴尬期 照片里的我身材偏� 像个竹竿一样 皮肤有黑没有光泽 身上的那件衣服 更是土的要命 和如今的我相比较起来 简直就是脱胎换骨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哎呀 小板学妹 你以前就好好看啊 肤色好健康 不像我小时候皮肤特别白 我爸妈都丑死了 我一出门就会被晒黑 都不能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哎 我现在不化妆的原因 就是粉底颜色好太难买了 一涂到我脸上 就把我涂黑了 说着 她还放出自己一岁左右的照片 以此来证明 自己真的很白 照片里的一岁小孩 穿着公主裙 过度曝光下 确实显得皮肤白皙 看见她的消息 我倒是也不生气 我的这张初中时候的照片 本来就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也一直在我的主页能找到 为的就是鼓励我的粉丝宝宝们 只要想变美 就一定可以的 不过她这绿茶发言 倒是恶心到我了 我还能不知道她是什么心思 我回复着 没有啦 学姐 你知道的 我们做美妆博主的都会P图 我的图都是P出来的 我啥也不太行 就是P图P的好 一看学姐你就知道 你不经常P图 你这照片上的腿都P歪了 这张磨皮磨得不自然 连皮肤纹理都没了 我把她发在群里的照片 一张一张以用出来 还有这张 学姐你看看 后面的墙都扭曲了 歪歪扭扭的 等开学了 学姐要是想学P图 我可以教教你 嘿嘿消息一发 刘盈盈不说话了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 她被气个半死的样子 不少女生跟她回复 满满 我也想学P图 可以教我吗 小满 你是怎么从黄皮变冷白皮的呀 呜呜呜好羡慕 小满开个社团吧 我第一个报名 见消息刷屏 过了半场 刘盈盈才在群里回复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谁愿意学P图啊 学妹们 不是我说你们 考进A大了就好好学习 别天天搞那些化妆 P图没有营养的东西 画得再美 又有什么用 能拿到奖学金吗 你看看那些网红 整天在网络上扫手弄资的 我不恶心啊 考上大学还不知道 是不是运气太好 还是用什么手段 正经人 谁去当网红了 我没说你啊 学妹 你可千万别误会 大一新生江小满 我冷笑一声 小手刷刷打字 我知道学姐说的不是我 毕竟我是拿的 全额奖学金进的学校 嘿嘿学姐 一看就是学霸 哎 我这种学渣没法比的 不过姐妹们 要是想学化妆和P图 就来找我哈 大家都有爱美的权利 宝宝们 你们底子都好好 化化妆肯定美风了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像盈盈学姐一样 天生丽质的 消息一发 我没想到 那不要脸的学姐 竟然直接就破防了 学生会副主席 刘盈盈 江小满你什么意思 你阴阳怪气什么呀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 你觉得我好欺负吗 先生群你聊什么 美妆和P图啊 这里是让大家 交流学习的地方 学习以外的东西 不许聊 你化妆不就是为了魅男 别以为我不知道 再看见一次 我就把你踢出去了 我彻底不说话了 刘盈盈似乎很得意 她开始在群里 继续做话题的主导者 发着自己当时军训的照片 还叮嘱着学弟们 要保护好香香软软的学妹 可经过刚刚 已经没什么人回复她了 这时 我发了一个自拍视频到群里 视频里 我穿着睡衣 唇素颜 眼眶红红的 还挂着眼泪 学姐 我刚刚反思了一下 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想要阴阳你的意思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对不起 学姐 我只是想着 我有这么一技之长 要是能够帮到学姐们和宝宝们就好了 我没想到你会误会我 而且我觉得 我们女生化妆 是为了让自己满意开心的 我不知道 您竟然觉得 我们是在为难 我将她话语里的对象 从我前一幕化 改成了全部女生 而她是全体女生的对立面 学姐能不能不要怪我们爱化妆的女生 你不会真的要把我踢出群霸 视频里的我说着说着 眼泪就低下来了 视频拍摄角度 都是我找好的 我还用了打光板 画了个尾素颜妆 这样拍下来 简直就是我见油脸 我抽气着 在群里继续发语音道歉 我用尽力气加着声音 一听就是一个受害者形象 视频和语音一发 几个女生立刻站出来替我说话 看得我还特暖暖 学姐 小满只是想教我们化妆和屁图 有什么错呀 你不也在群里唱歌和聊动漫了 你不化妆 还不给别人化了 小满你别哭 学姐刘盈盈 小满真的很好 她刚刚还发了语音给我 帮我改妆容 要不我们女生自己拉个裙 讨论妆容吧 学姐你就别近了 免得你看了心烦 好啊 居民就叫小满宝宝的后援会同学版 我见好了 大家快进群 小满能不能教我们搭配啊 同意的女生越来越多 刘盈盈一改刚刚的严厉态度 学生会副主席刘盈盈 哎 学妹们 我是在保护你们啊 化妆了被不怀好意的人 看上怎么办啊 还是群里的学弟们懂我 你们说是不是 没有按照她想的那样 会有一群男生复合 大家都不愿意得罪她 所以都选择直接无视她的话 一群男生开口安慰我 满满你别哭了 看得我心都碎了 别你们女生自己拉裙啊 我们男生也要紧 等你们化了妆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看看呗 我又带着哭腔发了条语音 谢谢宝宝们的安慰 等开学我带好用的化妆品给你们用 或者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博主 我帮你们要签名 群里一片祥和 大家就当都没看见刘盈发的消息 一个个进了我们刚刚新建好的群 过了会儿 刘盈盈见没人理她 她自己也建了个群 发了群二维码在新生群里 有没有聊动漫的 快来加群 几个小时过去 她建的群里的人数也没破十个 刘盈盈默默也扫了发在群里的二维码 想要加我们的群 我作为群主直接拒绝了她 并回复 学姐 您还是好好学习吧 化妆和屁图是媚男行为 配不上你 我也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了 刘盈盈还是这副不要脸的样子 自那天以后 新生群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好几次刘盈盈在群里想要活跃气氛 不过只有聊聊几人敷衍回答 反而我们建的群一天比一天热闹 大家在群里谈天说地 几天我就加了不少好友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还是很好的 尤其是女孩子们 一个个真的很可爱很美好 真的像软软糯糯的小蛋糕 我也愿意教他们化妆 开学一周 我准备拍个介绍大学生活的Vlog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妆容 但和我一起 考进A大的闺蜜离处处 帮我拿着手机拍摄 我是个粉丝破百万的颜值博主 主要在网上发妆胶 和分享日常穿搭好物 近期我准备开个小号 走走学习博主的路线 毕竟谁先钱赚得多 今年高考 我以全省前30名的成绩 考进了我们国家的顶尖学校A大 成了大家嘴里的颜值 和智商全都有的代表 凭此我一下就涨了30万粉丝 我给自己的目标是 大学毕业之前存款过千万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个有热度的话题 让我的账号疯狂涨粉 我对着镜头正绘声绘色地 分享着我的心情 一个没注意 我向后退了两步 啪 被一声 我一下就撞到了身后的男生 男生手里的书镜竖掉在底上 你没事吧 男生负有磁性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他一双大手扶住我的肩膀 这才免得我摔倒在地 我站稳了身体 抬头对上男生的视线 我有些愣神 他站在我面前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很是好看 他长得白白净净的 眼睛看过来时清澈明亮 气质卓然 男生意料之外的样貌出众 反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学妹 你看够了吗 我视线灼灼 盯着他的脸庞就缓缓摇摇头 那学长蹲下 捡起地上的书本 江小满 江小满 我的闺蜜离处处 忙着上前 戳了戳我手臂 将我往一边拉了呀 够了呀 太花痴了 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我立刻回过神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我也蹲下帮他捡起书本 我怀里抱着他的书 看着他的双眸 学长 你叫什么名字啊 学长指了指 我怀里抱着他的文件 适应我喊给他 我低头看着文件上路招 两个大字一下 就落入我的眼睛里 陆昭学长 我叫江小满 小的机营 小满泽安的意思 不好意思哈 把你的书撞倒了 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要是书弄脏了 我赔给你 陆昭对上我的眼睛 不用 说完 他抱着书本头 也不回了就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 我不住骂了句 靠 这么高冷 我更爱了 一旁的黎楚楚 关了拍摄的手机 戳了戳我的脑袋 死了这条心吧 他是陆昭 和你上次得罪的刘盈英学姐 是公认的一对 虽然还没有在一起 但是我听别的学姐说 他们俩青梅竹马呀 而且一个是学生会主席 一个副主席 在一起不就是迟早的事情吗 文言 我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我冷哼了一声 我知道啊 可是他们不是还没在一起吗 你等着看吧 很快我和他就是公认的一对了 谁说天降干 不过青梅竹马 就是因为是那个刘盈英喜欢的 那我就更要拿下了 自从新生群那件事以后 刘盈英就一直怀恨在心 他借助自己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 让各个社团 以及学生会部门的学长学姐 不许我加入 还说从今以后 学校任何比赛 只要我报名 从初审开始就把我毙了 不然就是在和他做敌人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学姐告诉我的 不仅如此 他还在学校论坛里匿名造谣 说我是卖的 能当上网红 也是因为背后有大佬 那张脸不知道整容多少次了 说的灰声灰色 他还在我的账号下 各种刷黑屏 说我在新生群里当闲眼包 炫富 天天骂人 一点素质没有 一度话题还抽上热搜 最后虽然因为没有证据 不了了之了 但是有不少网友 真的信了他的话 还私信骂我 害我掉粉五万 我找当黑客的网友 一查就查到他的IP了 我自然是要记下 这一笔又一笔了 我不禁感叹 过了这么多年 他爱史的手段还是这些啊 我江小满 可不是那种吃了亏 只可哭的人 我要让你刘盈盈 比我更不好受才行 视频拍下了吗 拍的怎么样 一定要剪到Vlog里 这条肯定能报 我看着视频里 男人的身影不住 勾起了虫脚 账号涨粉的话题 这不就来了 这下我不仅有了 视频主题 又能恶心了刘盈盈 何而不为 李楚楚看着我 微微眯着眼 江小满 这就是你今天 非要走这条路的原因 你刚刚不是 看见他过来了吗 怎么还能撞上 我笑笑 不回答 陆昭虽然当时 没有给我微信 但是就凭我现在 在学校里积攒的人员 找到他的微信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并且 我通过学长 要到了陆昭的课表 他课表里的课 只要我一有空 我就会去旁听 他去图书馆 自习我也去 平时我也会一直 在教学楼门口 等他一起吃饭 主打一个陪伴 我就不信 我这么一个超级大美女 整天嘘寒闷暖 他能不动心 虽然陆昭拒拒绝了我多次 但是他没让我滚蛋 我就厚着脸皮跟着他 似乎这样的陪伴 逐渐他也习惯了 吃饭时 我坐在他对面 陆昭 今天三十堂的鸡腿具好吃 你尝一个 你别再天天吃素菜了 你能不能明天 去二十堂吃饭啊 三十堂我真的吃腻了 他虽然嘴上说着拒绝 可第二天 还真的就去了二十堂 去图书馆自习 他说着 要我不要再跟着他了 可第二天 还是会帮我留个位置 但我还来不来 在别人问起我和陆昭 我也很大大方方 是的 我喜欢陆昭学长 我在追他 每次在我前面走着的陆昭 听见这话 他都立刻羞红了脸 像是逃难一样 加快步伐 在我看来 尤其可爱 我和他之间的点点滴滴 我都有用手机记录下 发到网上 标题是 遇见Crush的第好多天 不过 我知道尊重他的隐私 他要是反手告我一个 侵犯他肖像权 那我不是在了 所以我始终没有在视频里 让他露脸 都是一些角度 比如手 衣角 书包 背影 这样的拍摄方法 反而更有种暗恋 和怦然心动的感觉 不过半个月时间 我就凭此涨粉十万 视频播放率破千万 赚得盆满波满 但其实 我有点喜欢和陆昭相处的感觉 没过多久 军训结束 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 也陆续开学 有个学妹 正在疯狂追求陆昭的事情 传到了刘盈盈的耳朵里 刘盈盈返校的第一天中午 我和陆昭正在食堂吃饭 抬头就看见刘盈盈 朝我们走来 陆昭 早知道我当时就跟你一样 暑假留笑了 来回跑 真的是累死了 说着 刘盈盈看向我 这位是 我轻轻勾唇 学姐你好 我是江小满 在听见我名字的那一刻 我看着刘盈盈的脸色微变 她硬是扯出笑容 江小满 名字很是熟悉啊 我笑笑 是啊 学姐 咱们之前在牺牲群里说过话 你忘了吗 刘盈盈盈默白了我一眼 直接坐到了陆昭身边 还故作亲密地摞过她的手臂 她端起陆昭的杯子 就准备往嘴里倒 陆昭直接握住了她的手腕 这是我的 要和你自己去买吧 听见陆昭的话 刘盈盈突然僵住 她没想到陆昭会这么冷漠 缓了神 刘盈盈硬是露出个 看似爽网的笑容 什么你的我的 我俩不是好兄弟吗 咋了 你是怕学妹误会啊 她不说话 而是看向我 江小满 学生会报名表你教了吗 在刘盈盈有些震惊的视线下 我受宠若惊地瞪大了眼睛 还没填完 她叹了口气 赶紧填好 我去买瓶水 回来就把表给我 说完 陆昭将口袋里的圆珠笔 递到我的手心里 起身往便利店走 此时 餐桌上只剩我和刘盈盈 见陆昭走了 刘盈盈也不装了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江小满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不知道我和陆昭才是一对吗 我白白手 不知道爱 学姐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和陆昭学长是兄弟啊 怎么就成为一对了 我对上她的视线 眼里一片坦荡 我也是绿茶 所以我太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了 刘盈盈一边喜欢陆昭 一边又嫌弃陆昭家太穷 觉得有些配不上她 所以她干脆就保持着这样暧昧的关系 还能活在所有人都以为陆昭喜欢她的虚荣米 和别的男生暧昧 简直爽疯了 可她似乎没想到会半路杀出来给我 我不理她 低头用笔田的学生会的申请表 可能是被我的这种不痛不痒的反应刺激到我 她一把就想夺过我手心里的圆珠笔 陆昭的笔你不配用 我力气不小 握着圆珠笔不放 我看着她那已经仗红了的脸 我轻轻挑起了眉头 我凑在她耳边 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 开口挑衅 学姐 怎么办 陆昭学长好像喜欢上我了呢 这句话直接激怒了她 刘盈盈随手拿起旁边的水杯 对着我的脸就泼了一杯水 她嘴里骂着 你不需要填表 你就是填了 我也不会让你进学生会的 你等着吧 我本来准备还手 就在那时 我余光一扫 看见陆昭买完水正朝我们走来 我立刻反握住刘盈盈的手腕 一个用地 借力打力 直接往一旁一倒 桌上是刚刚我们没吃完的餐盘 还有陆昭给我打的汤 刷了一声 我倒在桌旁 浑身被泼满了汤汁 任凭在谁的角度看过来 都只会觉得是她故意推倒了我 我立刻哭了出来 嘴里她还喊着 学姐 我是真心喜欢陆昭的 就算你不让我加入学生会 我也会继续喜欢她 众人的视线 对我们的动静吸引了过来 还有人举起了手机拍摄 尤其是陆昭 她快步跑到我身边 眼里的担心就快要溢出来了 江小满 你没事吧 我红着眼眶 满脸泪水 陆昭学长 我不知道你和学姐是一对 要是知道 我肯定不会追求你的 我不进学生会了 呜呜呜 你快跟学姐说我不进学生会了好不行 让她不要打我 我喜欢你 是我做错了吗 刘盈盈似乎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她站在原地面露委屈 挥着手就想解释 陆昭 我没有 是她自己摔倒的 她是故意的 陆昭冷着脸将我拥入怀里 声音格外冷漠 刘盈盈 我都已经看见了 我怎么可能会动手打她 我看着陆昭眼中滑过一丝犹豫 我红着眼眶 比她哭得还可怜 伸手握住陆昭的手 陆昭 我的手好痛 呜呜呜 她低头看向我手肘上 被烫伤犯着红的地方 她眼中的犹豫立刻消失 陆昭将我公主抱了起来 陆昭丢下一句话 刘盈盈 你是什么样人 我太了解了 我躲在陆昭怀里 我转过头对上刘盈盈 眼里闪过一丝脚狭和得意 而刘盈盈站在原地 握紧了拳 眼里满是恨意 却又无可奈何 没办法 我这个人一般有仇 当场就抱了 陆昭抱着我去的医务室 我身上脱的全是汤汁 她将自己的衬衫外套 脱了给我套上 陆昭小心翼翼地 给我手臂涂着药 我摔倒的时候 我心里是清楚的 桌子上汤汁本来就不是很热 我的手臂也只是烫红了而已 陆昭叹了口气 盈盈她就是这个脾气 你不要怪她 这件事 你能不能不要举报到学院去 我不说话 只是倾校出声 韩盈盈 真是可笑 我装作乖巧的点头 我知道的 学姐人其实挺好的 今天她应该只是一时冲动 没控制好力度 我知道的 你放心 我不会怪她吧 更不会上报到学院的 这才多大点事啊 陆昭抬头对上我的眼睛 她眼里带着几分心疼 一时之间 竟然让我看入了迷 陆昭 你不要不开心了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好不好 陆昭皱起眉头 什么秘密 我们是一个高中毕业的 陆昭 我知道 嗯 我喜欢你 陆昭 全校都知道了 嘿嘿 马上就是你不知道的了 我从高中时就喜欢你了 考A大 就是因为你 陆昭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我 她好看的眼睛里映入我的面孔 我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你愿不愿意和我试一试 我看着陆昭愣了神 她似乎是没有想到 我会在这个时候向她告白 可我知道 她正在我和刘盈之间犹豫 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没等她回答 我微微仰头 激了下她的唇 而她没有拒绝 眼里闪烁些许光芒 就这样 顺其自然 我和陆昭确立了男女朋友 但是 她现在还不想公开 我也尊重 慢慢来呗 至少如今 我有理由让她露脸我的账号了 这不又是狠狠收割一波流量 晚上 陆昭还有课 楚楚给我带了干净衣服来换 听我跟她复述 今天发生了一切 离楚楚忍不住吐槽 小满 你现在撒谎真是溜啊 还为了她考A大 你不是滑当到A大的吗 我轻轻咳了两声 拿下男人不就是两招 一哄 二骗 好 今天刘盈盈在食堂 推倒我的视频 你找到了吗 可以发到网上了 记得标题 就叫A大学生会副主席 为情殴打百万粉丝学妹 如何 记得匿名啊 李楚楚 你不是答应陆昭 这件事就过去了吗 我冷笑一声 过去了 我只是答应她 不上报到学校 没说过不发到网上了 小满 我觉得你对刘盈盈是不是 是不是格外有恨意 文言 我的眼眶泛红 一些不好的回忆 涌入脑海之中 楚楚 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 才是伤害 心灵上的伤害 才更是要人命 至于我为什么 那么讨厌刘盈盈 不只是因为 她对我做的这一切 而是因为 在我上初中时 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学姐 就是被她害死的 那个学姐叫张学 她是那么的美好善良 她会照顾学校周围的流浪猫 也会帮助小区里的独居老人 在我最没有自信的年纪 也是她告诉我 有的话就是要开得晚一些 所以不要着急 不过是因为 她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男生 只能靠她卖才能生活 她让所有人 都去孤立那个学姐 久而久之 没有人和她玩 也没有人愿意和她做同桌 身边所有人 都带着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在长时间的心灵伤害下 她从楼上一跃而下 刘盈盈知道这件事后 她竟然只是笑笑 说我不过是开了个玩笑 既然命运 让我们在同一所大学相遇了 那我就要让她知道 玩笑也能要了她的命 刘盈盈当众殴打我的视频 被放在了学校网站上 我好歹也是个百万粉丝的网红 刘盈盈一个警醒 不曾想 她给脸不要脸 刘盈盈竟然甜不知耻的 想要污蔑我 她在网上发帖 说她没有打我 并且说我抢了她的男朋友 我是真小三 她才是受害者 刘盈盈还发了五千字长文 细说她和陆昭青梅竹马 一同长大的故事 果然是A大的学生 文章我看了 文笔确实不错 看得我都感动了 我看着热度越来越高的帖子 我不用返校 只觉得正合我意 事情越闹越大 刚刚从俄罗斯调研回来的陆昭 知道事情始末 直接就露面我的视频 郑重声明 我只有小满一个女朋友 她是我的初恋 也是我最喜欢的人 至于网络上造谣的人 我和她曾经是邻居 她父母对我多有照顾 所以我将她看作妹妹 也只是妹妹 说完 陆昭情默默地看向我 她平时就不擅长表达 看着我时 想说的话在嘴边 红着脸憋了半天就憋出狗 小满 你相信我 我和她没什么 我 只喜欢你 视频一发到网上 直接爆火 我和陆昭成了高颜值学霸情侣 我弄长粉30万 如今 不过刚刚上一年学 我的粉丝数就突破250万了 离我的千万目标 不过一不知遥望 似乎刘盈也没有想到 陆昭会一点面子不给她留 直接就公开了我和她的关系 视频到处传播 刘盈盈丢完了脸 直接就从初恋白月光 变成了甜不知耻的甜狗 她怒气冲冲地 直接冲到我和陆昭面前 陆昭下意识将我护在身后 皱着眉头看向她 有事 刘盈盈哭红了脸 陆昭 你真这么狠心 陆昭握解了我的手 我只是陈述了事实 我喜欢想满 而你只是朋友 说完 陆昭拉着我就走 丝毫没有顾及 蹲坐在地上哭泣的刘盈盈 而我直接在网上 放出了她造谣我的证据 以及在食堂殴打我的高清视频 捶死了她 事情越来越火 毕竟高等学府里的学生会副主席 和百万粉丝网红 为了笑草打起来这件事 听着就蛮吸引人 影响越来越大 刘盈盈被人网爆 听说整日电话都被打遍了 如今连手机她都不敢打开看 学校找我和刘盈盈一同谈话 我走进办公室 一看见刘盈盈 我就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我低着脑袋 微微颤抖双手 咽了咽口水 老师 学姐 你们找我有事吗 院长看着我 江小板同学 最近你和刘盈盈同学的事情 在网上闹得舆论影响太大了 我们想着说 你能不能在网上澄清一下这个事情 就说那不是你 不是我们学校的事情 可以吗 刘盈盈同学同意给你道歉了 你看行步 我低头不说话 微微睁大着眼睛 像是受到了惊吓一样 老师 我我 见我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刘盈盈哭红了眼睛 她揉着眼睛 装出一副绿茶模样 学妹 你当时没站稳 摔倒了 我只是想拉你一把 你真的误会了 老师 你们都知道 她的往后一躲 任谁看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而她刚刚没有对我动手的话语 不攻自破 边闪躲 我嘴里还边喊着 学姐 你不要打我 我眼眶红红的 像只小兔子 老师们 为了学校我会成亲的 我相信 学校一定会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处理的 说完 我抬头对上院长的眼睛 楚楚可怜 网上我会成亲 那在学校里 老师们会保护我的吧 院长点点头 原本想说让刘盈盈道歉就算了 毕竟她小兔也是学校的教授 不好得罪 可如今要是按照学校规章制度处理 那就必须要给她处分了 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也危险了 见院长不说话 我面露胆怯 老师 我长这么大 没被人这么欺负过 我一直为了学校的名声考虑 没有在网上主动去说这件事 要是学校连基本的公平都不给我 那我真的是 呜呜我气不成声 院长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说一定给我们说法 同意让刘盈盈在明天的全校大会上 给我公开道歉 我这才抹了抹眼泪 点头同意了 走出办公室 我看着刘盈盈握紧的拳 像是个怪物一样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来 刘尾拳 我依旧是那副怯生生的样子 不说话 她气得往外走 嘴里还骂着 一个臭婊子 还想让我给你道歉 你想死吧 我也不着急 等着她走到楼下的监控盲区 我端起一旁用来涮拖把的桶 但桶里全是脏水 我一个用力 尽数倒在了她身上 刷的一声 刘盈盈成了臭轰轰的落汤鸡 她抬头想要看是谁 可我早就已经缩回脑袋 走下楼 下了楼 我和刘盈盈对上视线 我勾起唇角 再也不隐藏眼中的得意 学姐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很期待你明天的道歉哦 说完 我伸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像学姐这样的垃圾 还是赶紧回到粪坑里去吧 那里才是适合你的地方 我嘴角扬起 眼里满是挑衅 刚刚的怯懦早已不在 刘盈盈还想对我说什么 可她被自己身上的臭味 恶心的干呕不断 哦 江小满 哦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点点头 拭目以待 第二天一早 刘盈盈被迫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前 给我道歉 我看着她握紧的拳 站在我面前做深刻检讨 检讨不成 可她吞吞吐吐才说完 说着说着 她的小脸就涨红了起来 眼泪也不住滴了下来 她似乎没受过这种委屈 若是她真的欺负了我 如此这般就算了 可是只有我和她知道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她才憋屈地要命 我看着她 哭得满脸泪水的可笑模样 差点没忍住笑 被人冤枉污蔑的滋味 我就是要让她一尝尝 我要向江小满同学道歉 对不起 江同学 我看着她 咬紧牙关说完最后一句话 立刻捂着眼睛冲下了台 大老远 我都能听见她 嚎啕大哭的声音 也许是因为她想一世教授的原因 除了公开道歉以外 她有背景 我也有 我看着站在我身侧的陆昭 我游下声音 陆昭 你不会怪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上传的视频 那天院长把我喊去办公室 他们说要给盈盈姐处分 还要开除她的副主席位置 我求了情 可是没想到 老师还是让她给我道歉 还停止了 盈盈姐姐肯定恨死我了吧 都是我无能 我怎么能同意盈盈姐公开给我道歉呢 你不会怪我吧 我眼中含着泪光 小心翼翼看着陆昭 仿佛生怕她生气似的 陆昭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嘴角挂着笑容 满满 你已经很大度了 我知道你肯定是在老师面前求情了 盈盈她自己会想明白的 我更是不会怪你的 你才是我的女朋友 我只要保护好你就行了 我点点头 回握她的手 刘盈盈副主席的位置被停了 我进学生会的事情 简直是轻而易举 不过 他人虽然不在学生会了 但是学生会里 还有不少她的同学 听闻刘盈盈让这些人好好关照我 刚进学生会 学长学姐们 似乎都有意无意的无师排挤我 可我这个人就是有颗强心脏 我太知道怎么跟人处理好关系了 进了学生会以后 每次开会我都买各种好吃的好喝的 发给每个成员 而和我同一届的同学们 原本就挺喜欢我的 稍加维护 在学生会我也有了朋友 不仅如此 我还帮学姐和女生们化妆穿搭 每次组织的活动 我都给他们拍好看的照片 一来二去 大家也都开始接受我 我能考上A大 能成为百万粉丝的网红科 不是运切二字 就可以简单概括 实力才是我的资本 学长学姐们给我安排的任务 我总是能完成得很完美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融入学生会 成了其中的一员 而且 我和陆招感情很稳定 他会帮我修改我的活动策划 帮我认色录带申请书 帮我修改论文 也会在期末的时候给我补课 有了他的帮助 我的大学生活一场顺利 第一个学期 取得了专业第一的成绩 经过上次那件事 我以为刘盈盈会有所收敛 不敢再对我做些什么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他又开始作妖 刘盈盈的小姨刘教授 是院里的有奢望的教授 院主任级别的人物 不知怎么了 做论文项目 我被分到了他手下 起初 论文我改了七八稿 他都不让我通过 甚至后来论文改好了 刘教授把我喊到办公室 身旁正站着许久不久的刘盈盈 他出言威胁 江小满 我看了你这篇论文写得很好 可以发刊 要求之一 刘盈盈必须是一座 刘盈盈看着我 眼里满是自豪得意 他笑了笑 江小满 也就是我心善 不然我直接叫我小一定出名了 这篇论文 我是一座 听见没 刘教授点点头 现在你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要不就刘盈盈一座 要不你就推出这个项目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肯定会选前者 对吧 我低头不说话 只觉得可笑 我辛辛苦苦写了几个月的论文 经费不够也是我自己补贴的 如今写出成果来了 他们想直接连盆端走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语气坚决 老师 我不同意 这是我的成果 我为什么要让出来 你这小孩怎么油盐不尽 你还是太嫩了 小小年纪 你知道你拒绝我是什么后果吗 我冷笑一声 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只知道 我要是把你这件事抱出去 你吃不了兜着走 话音刚落 刘教授瞪大眼睛 直接端起面前的水杯 泼了我一身 我愣了神 还真是亲生的 和刘盈一样 喜欢泼人水 我默默关了口袋里的录音笔 我直接打通了我爸妈的电话 我妈声音温柔 听我状态不对 忙着就开口问 宝宝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还是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我抽了抽鼻子 妈 之前我不是跟你说 我做了个学校的论文项目 想要发期刊吗 我做了好几个月 花了好几万进去 结果 现在老师让我摆一座 让给别人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而且刚刚他还泼了我一身水 我妈听我这么说 顿时来了脾气 宝 你别急 这件事 我让你爸给你处理了 看看你们学校校长 这几天有没有空 吃顿饭聊聊 我轻轻嗡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平日里 我一直标榜我要靠自己 遇到事情 很少让我爸妈出面处理 可如今面对这样不要脸的人 还是得让我爸出马 给他们治得服服帖帖 过两天 我爸出差回来 就立刻请了我们学校的校长吃饭 吃饭时还喊上了我 我画了个美美的妆容赶去饭店 一进门就看见 刘教授正坐在位置上 举着酒杯对我爸敬酒 这是我学生 她精神有些不正常 我现在就让她出去 可能是怕我将她 逼我改做的事情说出去 刘印掐了我的手 就想将我往外推 我妈们哼一声 住手 谁让你碰我女儿的 你说是谁精神不正常呢 我妈走到我面前 一把推开刘印的手 目视着她 又忙着帮我理了理一秀 导贝 没事了 我委屈的点点头 我爸说话直 周校长 今天请你吃饭 除了叙叙旧 谈谈下个学期赞助学校 和设立奖学金的事情以外呢 最近我听我这宝贝女儿说 她辛辛苦苦写的论文 准备发期刊的 竟然导师让她摆座让出来 你说说你叔叔 要是A大都是这样的教授 我怎么能放心啊 周校长脸色有些难看 她看向刘教授 这是怎么回事 刘教授彻底慌了 没有的是 贵千金肯定是听错了 我说的是你是一座 但是这论文别人也参与了 也要给小组成员一个二座 刘盈盈点头 是啊 小蛮你可不能撒谎 我有些不耐烦的翻了白眼 直接从包里拿出手机 播放录音 他们是怎么威胁我的 所有的对话都被我录了下来 听见录音 这两个人不说话了 刘教授脸色铁青 校长 我是真不知道 小满同学是江董的女儿 要是知道我 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我 我发誓 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小满要是想发核心刊 也包在我身上行吗 刘盈盈有些不服气 小姨 你怎么能帮她发核心啊 啪的一声 一个干脆的巴掌声 落在刘盈盈脸上 刘教授吼着 闭嘴 见货 我妈白了他们眼 眼里满是不屑 我女儿还说 老师不仅让他把一座让出来 还对他泼了一杯水 我女儿年纪小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哎 估计都害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听我妈这么说 那刘教授猛得干了一杯酒 我喝一杯陪都不是 一杯下肚 我爸妈不说话 校长对他使得失眼色 刘教授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端起一旁的饮料 直接从头到脚 泼了自己一身 满脸都是 妈妈 我害怕 刘教授外申女 是学生会副主席 她要是回去报复 我可怎么办 我低声啜气 刘教授见状赶忙开口 小满你放心 我是院主任 我做主 撤了她的副主席位置 立马撤 你不用害怕 见我满意的笑了 我妈这才点点头 就当这件事翻篇了 吃完饭 我爸拉着我就数咯 乖宝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好 我说了 去跟校长打个招呼 你非要说什么 要靠自己靠实力 受欺负了吧 还有你那个一千万计划 就那点小钱 有必要吗 还天天不开心 赶紧从宿舍退出来 回别墅主去 要是别墅你不喜欢 你们学校附近 那个顶楼五百平的 我给你都装好了 你去住 我摇摇头 皱着眉头 爸 我有自己的生活 一千万你再看不上 那也是我自己挣的 哎呀 不跟你说了 就这一次 以后不找你们说这个事了 我爸妈拿我没办法 只能乖乖送我回学校 刘盈盈被撤了 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 刘教授也被校方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他存在许多以权谋司的行为 直接就被急了指 刘盈盈这下围了靠山 原本学校里 就厌恶他的人 也无所畏惧了 不少人直接匿名举报 这三年里 他在学校做的所有违规行为 以权谋司 这会让人进学生会 欺负同学 私吞会费 甚至就连他的成绩 都是作弊来的 论文有几篇被查出来是代谢 证据被举报到校长那 一经调查全部属实 刘盈盈直接被通告 开除学籍了 看见学校官网发通告时 我只觉得大快人心 我的生活依旧在继续 至于刘盈盈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我在校努力学习 成绩一直保持专业第一 我两手抓 自媒体也做得风风火火 靠着何路昭的情侣人生 过了半年 粉丝就破了五百万 不过是大二结束 我就已经赚满了一千万 我本以为我的生活 又要过于平静了 某天 我从图书馆结束自习 往宿舍走 刚一走到巷口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回过神 冷笑一声 直接伸手扯过她的手臂 一个过肩摔 就将她按倒在地 不好意思 我是跆拳道黑带 别以为我看起来柔弱 就好欺负了 将刘盈盈制服以后 我报了警 警察看了监控 要以故意伤害最起诉她 因为是有预谋的 探刑估计要三年了 刘盈盈恶狠狠地盯着我 嘴里骂着 你贱人 就是你害我成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开口问她 你还记得张学吗 江小满你有病啊 什么张学 我叹了口气 原来她自己害死的人 她连名字都记不住 这样的人凭什么不受到惩罚 我坚定了起诉她的想法 坚持不和解 刘盈盈的父母来找过我 我也避之不见 但我没想到 我的好男友陆昭 竟然也向我求情 许是这两年 我俩太过于如胶似漆 看着我温柔的样子 她当真以为我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她了 小满 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一次放我盈盈了 毕竟你没有受伤 从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这辈子没有人可以欺负我 和我身边的人 欺负了 我就要报复回去 今天你说这话 我当做没听见 好吗 我起身准备走 陆昭在我身后缓缓开口 江小满 你和我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报复刘盈盈 不就是为了刘亮吗 你有一点点真心吗 你说过一句真话吗 我脚步一顿 微微抬眸 一字一句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这世上什么不多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多吗 我对上她的眼睛 你当初和我在一起 不也是为了忘记刘盈盈 贪恋我的美貌吗 谁又比谁高贵 既然聊不下去了 那就分手吧 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喜欢你 只是玩玩而已 我看着陆昭眼神里都不敢相信 她有些恍惚 看得出是真的被我伤了心 如今 我账号做大做强了 我也不需要她了 而且自始至终 在我心里 她陆昭都无比懦弱 无论是当年张雪那件事 还是后来刘盈盈 伤害每一个靠近她的女生 她都熟视无睹 她的不作为 才更加让刘盈盈猖狂 见我有些决绝 陆昭立刻慌了神 不是的 我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 只是盈盈是我妹妹一样的存在 我不能看着她坐牢 这一年相处 我真的已经喜欢上你了 不然我不会保护你 而去伤害盈盈的 这还不够证明吗 我问她 陆昭 你还记得张雪是谁吗 陆昭不说话 她点点头 我记得 那当年 她向你求救的时候 你理了吗 陆昭摇摇头 当时她喜欢我 我不觉得她喜欢我和我有关系 所以 我白白手 不想再说什么 直接在账号发了几个字 分手了 接着 我又长粉识万家 我轻笑一声 也算没白分手 而陆昭似乎和我分手后 听我说的那段话 备受打击 她放弃了出国交换的机会 选择去偏远地区之教 可能是作为 她当年选择无视的惩罚吧 至于刘盈盈被判刑两年 后来我就再也没听见过她的消息了